现代人手一台手机跟使用社群通讯软体 已经是生活常态 而长辈们在里面通常都是讯息接收者 也衍生出许多假讯息的问题 但长辈要融入世卫时代 除了学习讯息查证 如何成为主动资讯传播人也格外重要 因此龟山区山顶里邀请网络社团版主 开设手机课程 教长辈转变自己的网络身份 那现在是智慧型手机的年代 我们就进阶的让长辈们使用这些手机 那么长辈们可以从被动的接收者 变成主动的发送者 他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情感 说明自己的意见 来维护他们自己的数位人权 你平常会传早安图吗 会传啊 你会传对不对 都传别人的 都传别人的 那你的图都哪来传 人家传给我都传别人 你平常会传早安图吗 会啊 那你都什么传 什么传啊 有时候是截图啊 有时候就是别人传给我就转传 相信大家的手机里面都会有几个长辈群组 早安图的转发基本是每天必收的内容 不过通常图片来源都是转传他人内容 透过课程让长辈学习自制图 从小地方开始加入自己的意见跟创意 大家都说以后都要自己做图 这样学到很多 今天这样子就有让我大开眼界 我一直都收到别人的那个早安图 我自己不会弄 那之后会不会传自己的图 会 我自己做 之后就要自己做了 对对对 我不要用别人的 今天的上课的收获 有 我知道怎么去找图啊 怎么去打字 怎么去换框框啊 加字啊 移动啊 方向都可以改变 颜色可以自己挑了 那之后传图都会传自己做 还是会继续传别人 传自己做的啊 比较有意思 要融入数位时代潮流 掌备除了要学习审查消息来源等内容 还要让自己不再被爆炸的资讯绑架 进而学会利用网络平台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跟意见 成为数位媒体时代的使用人跟传播者 记者在我一头有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